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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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两米 几乎所有的房屋和养殖场就被大水吞没 村里86户养殖户26000多头猪 只剩下一千多头 其余全部死亡 尽管李静总给自己的部分生猪购买了保险 可是 按目前生猪收购下七块钱一斤来算的话 他的直接经济损失 就达到了七百万元以上 毕竟宗城 自己还种了1103亩玉米 这玉米也全毁了 现在老百姓除了种地就是养殖 只能靠这一块 后边儿我们重新把它做起来 口子村4000多人安全转移 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口子村还是受光最大的自然村 大水到来之前 在乡政干部的权力引导下 全村1100多户 4000多人全部晋级转移 未发生人员伤 由于口子村地势相对较高 洪雪在一天以后逐渐退去 从21号开始 乡亲们开始陆续回家 目前通过各级政府的救灾物资 和社会各界的捐助 村民吃饭 饮水等基本生活得以保障 约25000头死亡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 防疫部门启动应急 日暗 然而由于盗量生猪和家前死亡 给口子村的灾后防疫工作 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守皇室上口镇镇长王秀忠表示 淹死的牲畜非常多 近来机械施工难度大第三 一个 是因为淹死的牲畜大量飘走 在玉米田里 收集难度非常大 为了应对这一状况 守皇室防疫部门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从8月22号下午组织大型机械清策作业 要派无人机进行神域防疫 守皇室上口镇须木兽医管理站站长曾华健介上 截至25号 死亡的约25000头生猪 已经基本都按国家标准 进行深挖深埋的无害化处理 同时对所有有水面的区域 全部吞洒足量的消毒剂 而按照维方式的统一要求 维方权势的灾区也在个25号 之前完成全部应在死亡处前的无害化处理 确保大灾之后吴大疫 宗华健成 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 你看了吗 这是青石灰 我们的人员蒸掉了两架无人机 还有其他的喷雾器 在进行消毒 淹死的这些畜秦 今天一天的时间 我们就差不多全都处理完了 如果长时间内我们不处理这些东西的话 就有发生疫情的可能性 但是临时是没有疫情发生的 记者 刘华栋 王承林 请问选择 杀状心 出让我们下单的时间 维方采花 以文就多入站 然后我们下单的时间 并不充断一整天的时间 杀状心